中央芭蕾舞团 中央芭蕾舞团 生涯中最黄金的20年岁月 全部在中央芭蕾舞团度过 这里见证了她的成长 成就了她的辉煌 而她也成为中央芭蕾舞团 60年历史中 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 20年挺长的 但是好像那么一刹那就已经到了 以前觉得刚进团觉得 我终于毕业了 可以当演员了 但是现在20年这么一下子 会觉得这是20年过得很快 就好像越来越珍惜 现在就是挑一场 少一场的时候吧 1992年 王奇敏考进北京舞蹈学院 附属舞蹈学校 开始了七年的专业训练 孜孜不倦地求学 让她在舞院学习期间 获得了桃李杯舞蹈比赛一等奖 法国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评委会特别奖 等奥运的成绩 参加比赛收获 其实更多来自于排练当中 奖牌是果 但过程中的付出和全方位的成长是因 我觉得一个芭蕾舞者 更应该看重的是这个因 2001年 王奇敏在位列世界芭蕾舞四大国际赛事之一的 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中 夺得了金奖 这枚金奖是他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是为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芭蕾争得了荣誉 2005年 享誉世界的法国编导大师罗兰佩蒂 在八十多岁高龄结缘中霸 第一次合作 罗爷爷安排王奇敏 首演了《阿来城的姑娘》 那一次他就表示 很喜欢王奇敏的整体表现 随后的几年中 他和李俊多次应邀 随罗兰佩蒂的团队 和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芭蕾舞者们 赴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日本等地 演出大事的一系列作品 赢得了外国同行和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尊重 王奇敏还曾经与数位世界级芭蕾艺术大师 有过亲密的合作 《双人舞》 王奇敏的生活中也有一个相依始终的舞伴 李俊 他们在舞台上携手共舞 在生活中携手前行 两人是七年同窗的同班同学 也是双人舞搭档 在长时间的工作交往中有了默契 更逐渐萌发了对彼此的好感 爱情最终让两人携手同行 在王奇敏看来 李俊的巅峰之作 饰演罗兰佩蒂大师的年轻人与死亡 今年李俊也是从艺二十年了 他开始尝试编舞 也开始了排练者的角色 虽然工作不同 但是他们都觉得又发现了另一片天地 2013年4月18日 在积训课中 王奇敏毫无征兆地伤到了左腿膝盖 却认为前交叉韧带断裂 这次受伤 让王奇敏整整一年没有登上舞台 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太要强了 非得要再去跳 但是真当我不能去跳的时候 我看着别人在舞台上跳 就会突然会觉得 原来我还挺喜欢这个艺术的 我就觉得挺不甘心的 真的还想再回舞台 所以我觉得一直有这个信念吧 支撑着我 当他复出后排演诺伊梅尔大师的小美人鱼时 他所饰演的 正是那个同样为了爱 忍受着双腿的疼痛 一步步从走路开始学起的小美人鱼 回到舞台上 变成有了脚以后 他第一次粘地 那个疼痛感 是完完全全是真实的表达 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就不是看见了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你坚持了才能看见希望 其实我觉得芭蕾挺残酷的 就是当你身体条件合适的时候 你的阅历没有达到 所呈现的舞剧人物的这些不够丰满 但是当你阅历达到的时候 你的身体各方面加上伤痛 多方面的会给你起到一个反作用 所以我觉得芭蕾艺术是青春的艺术 我很感谢在学校教导我的王树香老师 因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进团之后的我 在团领导的照顾下 在缝团一点一滴细致的排练下成长起来 感恩之心铭记于心 我很感恩中巴这个团体 多年来给我们一个相对纯粹 远离外界纷纷扰扰的工作环境 大家从武校开始就一路走来 像大家庭一样的温暖 我很感谢中巴这座 承载着芭蕾梦的殿堂 在这里一代代中巴人 铸就的团结 务实 自强 拼搏的中巴精神 它不但昭示着中巴辉煌的未来 也在指引着今天的我们 为中国芭蕾新活相传 再创佳绩 二十年的舞台生涯 谈纸一挥间 虽然在这期间 她收获了荣誉和掌声 在别人眼中 她可能已经达到了演员的顶点 但在她自己看来 艺术的这条路没有终点 要想真于完美 就要一刻不停地去摸索努力 在舞台上 她是曼妙多变 演绎众生的小精灵 在教室里 她是刻苦训练 严谨敬业的点赞 在生活中 她是活泼 开朗 善良 热心 帮助朋友们的友人 但在苦难面前 她是坚韧不拔 永不延弃的 巾帼英雄 她就是帮弃 我们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主演 在中巴的小伙伴眼中 她是足一无二的小精后